我是万万都没想到 把香蕉放在油锅里面炸一炸 出锅瞬间就变成了一道街边非常火爆的小吃 一位50岁的大叔在热闹的夜市摆摊 一年的时间就在城里买了三套房 每天排队的人都络绎不绝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 下面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把快过期的香蕉 把香蕉一个一个的给它掰下来 很多人把香蕉买回来 都是直接吃 其实给它简单的烹饪一下 出锅后大人小孩都喜欢 再把香蕉的外皮给它扒下来 然后用刀把香蕉切成小段 每个小段大概4到5厘米左右 切好后装入盘中 在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 下手把香蕉的表面都裹上一层淀粉 尽量裹得稍微的均匀一点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酥脆 最后看一下裹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在空碗中打入两颗顺产的母鸡蛋 用一双白色的筷子充分地给它搅拌均匀 再准备一个盘子倒入一点面包糠 面包糠一定要选择这种黄色的更加有食欲 接下来我们再把裹好粉的香蕉放进鸡蛋液里面 让香蕉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液 然后给它放到面包糠里面 把表面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包糠 用手翻拌均匀 尽量裹得紧实一点 这样在炸的时候就不容易脱落 最后看一下裹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做好后先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亲爱的朋友们 我都连续分享了500多道美食了 一直都还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 我家还有三个儿子在上大学 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视频你就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接下来起锅烧油 把油温烧至六成热 放上筷子猫蜜及小泡泡就可以了 然后把香蕉依次地放入锅中 开中火慢慢地炸 下锅后不要去搅动 让它有一个定型的过程 炸20秒以后再用筷子轻轻地翻动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炸香蕉的时间不易太长 大概给它炸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因为香蕉本身就可以直接生吃的 炸到八面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炸好后接着给它捞出来控一控油 一道非常好吃的脆皮香蕉就做好了 颜色金黄诱人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这样炸出来的香蕉外皮 吃起来酥酥脆脆的 里面软糯香甜 一口一个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非常的喜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